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奈何岁月不饶人 时光从不败美人终究是大家一厢情愿罢了 所以49岁的蒋老师虽然保养得意 客观地说早已经过了颜值巅峰 诠释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或许为了给剧中的演员们刻意减零 后期磨皮太厉害 脸都秀得模糊了 对于他在剧中饰演的小女人 网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觉得造型端庄气质出众 也有人吐槽太老气 装嫩忍不了 不得不说 娱乐圈对于女星真的很不公平 当同龄的吴秀波 张嘉义可以靠大树形象不断圈粉时 而女明星们的中年危机却是带着一种和人斗和脊斗和地心引力斗的悲壮 35岁一过 面临身后不断涌来的小花 他们的演绎之路似乎陡然变窄 或急流涌退 或沉寂折服 或许有的人半嫩强撑 而有的人就只能掩掩小花们的妈妈 婆婆 甚至是隔壁的坏阿姨 只能说在中国 美人白头远远比英雄迟暮可怕